舆论五 对五十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特别是五十年代的中期 苏联给予了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 提供贷款是苏联援助中国的方式之一 然而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贷款 其中有多少属于军事贷款 有多少属于经济贷款 这些贷款的具体情况如何 学术界至今没有一致认可的说法 中苏双方政府从未公布过 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全面情况 故而曾引起外间各种猜测和估算 1960年8月9日 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报告说 从1950年到1956年 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约13亿美元的贷款 其中4.3亿美元用于经济发展 其余部分主要用于购置军火 也有的美国专家估计为22亿美元 其中4亿多美元用于军事援助 其余的用于工业化建设 而有些西方著作的说法 则高达26.5亿至30亿美元 作为历史研究的结论 中国方面和苏联方面的统计差别很大 就是中国国内不同著作中的说法 也不尽相同 总之 在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中 这是一个尚未说清楚 但必须说清楚的问题 本文你利用中国和俄国两方面的档案文献 和相关史料 对苏联1950年代元华的贷款数额 用途及其条件做一点考察 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是编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 以下简称外交史 提供了有关苏联对华贷款的比较全面的材料 为了便于考察 现将该书提供的材料 按时间顺序重新编排 指成下表 外交史 关于苏联对华贷款的统计 金额单位为旧卢布 第一 1950年2月14日 12亿用于经济建设 第二 1951年2月1日 9.86亿购买军用物资 第三 1952年9月15日 0.38亿用于种植橡胶 第四 1952年11月9日 10.36亿购买60个步兵师装备 第五 1953年6月4日 6.1亿购买海军装备 第六 1954年1月23日 0.035亿 有色金属公司 第七 1954年6月19日 0.088亿 有色金属和石油 第八 1954年10月12日 5.46亿 特种军事用途 第九 1954年12月12日 2.78亿 转让中苏合营公司 苏联股份 第十 1955年2月28日 2.47亿转售安东苏军物资 第十 1955年10月31日 7.23亿转售旅大军事基地苏军物资 合计为56.76亿 外交使提供的这个数字 最早大概是周恩来说的 1960年7月14-16日 在北戴河召开的省市 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 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 委托做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长篇报告 其中讲到 朝鲜战争及后来 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数额 总计为56.76亿卢布 其中军事贷款43亿卢布 加上利息15亿卢布 总共62亿卢布 预计到1965年可以还清 1989年出版的 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 一书说 苏联1950-1955年向 中国贷款11笔 总计金额为56.6亿就卢布 主要用于经济建设 抗美元潮战争和偿付苏联 移交物资等方面 这与外交史提供的材料大体相同 同年出版的 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 也说贷款共有11笔 除1950年贷款3亿美元外 1951-1955年中苏两国政府 又签订了10项贷款协议 其中一笔为无息 9笔年息2% 偿还期2-10年 但其统计的贷款总金额略少 12.74亿新卢布 折合人民币53.68亿元 现在看一下苏联方面提供的材料 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著名经济学家斯拉德科夫斯基 在苏中经济贸易关系时 出版日期从1917-1974 以下简称经贸史 一书中使用的贷款数字 是按照1961年1月1日 苏联公布的新卢布排价计算的 为了便于对比 现折合成9卢布 一个新卢布折合4.45个9卢布 也列表于下 经贸史 关于苏联对华贷款的统计 第一 1950年新卢布2.7亿 就卢布12亿 第二 1951年新卢布4.33亿 就卢布19.269亿 第三 1952年新卢布2.415亿 就卢布10.747亿 第四 1953年新卢布1.352亿 就卢布6.016亿 第五 1954年新卢布1.882亿 就卢布8.375亿 第六 1955年新卢布2.182亿 就卢布9.710亿 合计 新卢布14.861亿 就卢布66.17亿 两方材料比较 苏联方面提供的贷款金额 比中国方面提供的数字 多9.357亿卢布 如果除去新旧卢布换算时出现的微小差额不计 主要差别出现在对1951年贷款数额的计算上 其他各项大体相同 再对比其他材料 主项核查以上两表所列数字 可以看出 主要问题也出在1951年的贷款数额上 1952年9月的橡胶贷款 签订协定时确定的金额为7000万卢布 但1953年5月1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扩大会议 基本上同意了周恩来提出的 暂停在云南种植橡胶和压缩在华南种植橡胶的计划的主张 可以推断 此项计划的提前结束导致贷款中断 故实际使用只有3800万卢布 这与经贸史上的数字也是一致的 1954年10月12日的特种贷款 协定签订的金额是5.2亿卢布 很可能是在实际使用中略微超出了一些 约为2600万 这些均可略去不计 至于其他项目的数额 双方的统计则完全一致 因此 关键是1951年的贷款 中苏双方的计算相差9亿多卢布 最近出版的《杨上坤日记》中 特别提到了这个差额 《杨上坤日记》1960年10月16日记载 苏联方面提出中国共贷款66亿卢布 实际情况是贷款总额为56.76亿 不是66亿 苏联多算了9亿 抗美元潮贷款为9.86亿 而算作了19亿 那么这个差额是怎样出现的呢 首先应该确定1951年2月1日贷款的数额 关于这一数额 外交使说是9.86亿卢布 经贸使说1951年2月贷款为19.161亿 不过这时将折扣的9.297亿计算在内了 减去折扣恰好也是9.86亿卢布 但经贸使在另一处又称1951年的贷款 是19.269亿卢布 这就使人想到 1951年的贷款可能不只是2月1日一笔 1951年2月1日的军事贷款协定 是由周恩来和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签订的 当时确定的数额为12.35亿卢布 1953年12月3日 周恩来关于苏联政府五项贷款逐步偿还初步计算 给中共中央各领导人的信函中说 我国政府将于1954年至1963年间偿还苏联五项贷款 金额总计为40.08亿卢布 这个数额基本上及前表所列一至五项的贷款数额之总和 其中橡胶贷款当时已经确定缩减 而1951年2月1日 贷款仍然是按协定数额12.35亿卢布计算的 1954年1月31日 周恩来致电在莫斯科的外贸部副部长李强 要求对这笔贷款的使用情况进行清算 3月下旬中苏双方草签了关于结束使用抗美元潮 军事贷款的议定书 4月13日周恩来的批示中有这样一段话 2月1日贷款最后核算只用了19亿多卢布 为使用2.4亿多卢布 苏方提议取消因招战已停 只好同意 因此欠款按武器半价 铁路器材四分之三计算 对周恩来这段话应做如下理解 实际使用19亿多卢布 而欠款只能算9.8亿多卢布 原因是按武器半价 铁路器材四分之三计算 即减去了折扣数额9亿多 综合上述材料可以做出如下判断 2月1日协定贷款数额12.35亿 实际使用9.86亿 剩余2.4亿多由苏联收回 所以周恩来批示中 所说19亿多卢布和9.8亿多卢布 都是针对1951年2月1日 这一项贷款数额而言的 但是苏联方面在清算时 确定1951年贷款的实际使用 数额为19亿多卢布 很可能是将1951年内的 所有贷款计算在内了 既然中苏双方对1951年2月1日的 贷款数额9.86亿卢布没有意义 那么问题就在于 除此之外 1951年可能还有其他的贷款 根据查阅周恩来年谱 和近几年俄国解密档案的结果 1951年 中国的确还向苏联提出了 补充贷款的要求 而且苏联方面也确实提供了 这些贷款 证据一 1951年9月5日 周恩来审改毛泽东 致斯大林店 电文说 今年2月1日 中苏关于军事贷款的协定 所规定的贷款 和4月10日来电 所增加的军事贷款 指6月均已用完 鉴于目前我国财政赤字甚大 战争费用极其巨大 请苏联政府考虑 按照2月1日军事贷款协定的条件 再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 并希望新的军事订货 能于1951年底以前全部交付 同月12日 斯大林复电说 同意按以前规定的条件 给中国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 但追加的军事订货 最早也要在6个月内交付 这就是说 除2月1日贷款外 4月10日还有一笔补充贷款 在此之外 毛泽东又要求苏联提供新的6亿卢布军事贷款 而且已得到斯大林同意 证据2 1951年9月20日 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 您1951年9月12日发来的电报已收到 感谢您满足我们提出的 给我们提供6亿卢布军事补充贷款 和向驻朝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 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 这进一步说明 斯大林同意提供新的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 并且中方已经得到答复 证据3 1952年3月28日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说 按我们计算 从1951年2月1日开始 你们按提供军事贷款协定条件 三次提供的军事贷款总额的剩余额 是4亿多卢布 我们打算用这4亿多卢布 购买我们的空军所必须的飞机 设备和弹药 这再次证明 1951年总共有三笔同等条件的军事贷款 即2月1日 根据周恩来与扎哈罗夫协定的贷款 4月10日和9月12日斯大林电报追加的贷款 而且这些贷款已经在使用过程中 至于1951年后两次补充贷款的数额 以至9月12日追加了6亿卢布 而4月10日补充的贷款 根据苏方提出 1951年贷款总计19.269亿 减去2月1日的9.86亿 再减去9月12日的6亿 因为3.4亿卢布 如此计算的结果 在整个50年代 苏联给中国的贷款 因为13笔 而不是11笔 总金额大约是66亿就卢布 而不是56.76亿 中方少算的两笔贷款 并非如斯拉德科夫斯基所说是 没有将苏联转让中苏合营公司股份的贷款 计算在内 没有材料证明 应该把苏联转让的股份作为贷款 而是忽略了1951年4月10日 和9月12日两笔追加的军事贷款 其原因恐怕在于 这两笔贷款没有签订正式协议 而只是斯大林与毛泽东 在电报中商定的 当然 如果计算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全部贷款 还要加上1961年的这堂贷款 1961年3月 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 苏联提出以贷款方式 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 和50万吨转口古巴这堂 经商议 中国只接受了这堂的援助 这笔贷款为3.296亿新卢布 2 关于贷款用途 那么 在这些贷款中 究竟有多少是经济贷款 有多少是军事贷款 在军事贷款中 又有多少属于 对中国抗美元潮的贷款呢 由于统计方法不同 或核算缺项 各种材料提供的说法 也是大相径庭 这里有必要加以详细计算和说明 按照外交使提供的数字和分类计算 在贷款总额中 军事贷款占73% 经济贷款占23% 此外 紧抗美元潮贷款 就占贷款总额的60% 另有著作计算的结果是 军事贷款占76.1% 经济贷款占23.9% 显然 上述计算都是根据贷款协定的条文 来确定贷款用途的 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首先 外交使 将1950年2月14日的12亿卢布贷款 全部算作经济建设贷款 是不妥当的 尽管贷款协定第二条规定 其用途是 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国人民经济 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 包括电力站 金属与机器制造工厂等设备 采煤 采矿等矿坑设备 铁道及其他运输设备 钢轨及其他器材等 但实际上 这笔贷款究竟有多少用于经济建设 值得研究 在这笔贷款的协定商谈完毕 但尚未签署时 中国方面已经确定了第一年的贷款数额的用途 1950年1月10日 周恩来在给刘少奇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说 本年内贷款只能支付6000万美元 以购置飞机340架汽车 降落伞 钢轨 43089吨 高射炮 炮弹 汽油 及空军各种器材 共值4000万元美金 这笔贷款 以每年同等数分五年支付 即一年2.4亿卢布 6000万美元 而第一年贷款中的4000万美元 除钢轨外 大体上订购的都是军用物资 剩余的2000万美元 则决定给海空军订货使用 这就是说 第一年的贷款 基本上用于军事方面了 后来朝鲜战争爆发 中国出兵需要苏联保证武器和装备的供应 为了得到这些军事装备 又不影响经济建设 毛泽东在1950年10月13日 致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 要求苏联政府以租借办法 保持2亿美元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 及一般军政费用 同日 毛泽东又告诉苏联大使罗申 中国政府目前无法为军事装备付现款 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装备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苏联方面决定将一部分军事装备 列入了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定 斯大林在1951年1月4日通知毛泽东 至1950年10月中旬 即中国出兵朝鲜 以前 苏联根据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定 已向中国提供了总价值为 1.4亿卢布的军用物资 此外 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 华锡列夫斯基也向斯大林报告 竟与中方商定 在明确规定1950年实际供货数额后 按提供中国规定额度军事贷款的决定 纳入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定 和商品流通的供货价值 总数定为2.65亿卢布 1.4亿卢布属 1950年贷款 1.25亿属商品流通 这些数目地说明书 已于今年1月9日 由外贸部告知扎哈罗夫同志和米库诺夫同志 这就说明 在12亿卢布的经济贷款中 至少在1951年初已有1.4亿转为军事贷款了 至于这笔贷款最终的使用情况 目前尚无文献证明 但据海军司令员萧敬光回忆 原来中央军委曾计划 将这3亿美元军事贷款的一半 拨给海军使用 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 志愿军出国作战 急需空军支援 结果这笔贷款中的绝大部分 都用于空军购置飞机了 1950年和1951年实际执行的结果 海军建设从原先确定的这笔经费中 只开支了约2000万美元 萧敬光使用的军事贷款 这个用于表明 在军方领导人的心目中 这笔贷款原本就是为军事方面提供的 据以上材料估计 1950年的贷款 尽管未必完全算作军事贷款 军事贷款有折扣 但看来实际上主要用于购买军事物资了 而且私应算在抗美元潮贷款项目下 同时 外交使算在抗美元潮向下的无比贷款 也不大合理 1951年2月1日的军事贷款 属于抗美元潮贷款 这一项没有问题 而1953年的海军贷款 1954年的特种军事贷款 1955年的转售安东军用物资贷款 都发生在朝鲜战争即将结束或结束以后 而且其条件也不是如战争期间的半价支付 把这些都算作抗美元潮贷款 未免牵强 至于1952年11月9日 签订的60个步兵师装备的贷款 情况稍微复杂一些 实际上 这60个步兵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资 在1951年就已经开始提供了 只不过当年提供的4个师装备中 3个师的装备 竟协商转给了朝鲜人民军 中国本来希望在1952年内 完成其余装备的交货 后因斯大林提出 1951年只能交货10个师的装备 其余将在两年内交齐 周恩来带毛泽东起草电报 只是正在莫斯科谈判的徐项前 提前于明年交完的问题 不要再提 7月31日 中央军委下达 自本年8月至1954年10月60个师的 换装计划 以后 交货日期再次推迟 1952年3月 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又要求 其余应提供的装备交付期限为 1952年16个师 1953年20个师 1954年20个师 关于这批武器装备的贷款问题 毛泽东说 打算委派代表前往莫斯科 就其办理的具体程序进行谈判 后来协定签订了 但用这笔贷款改装的部队 只有三个师 在朝鲜停战前入朝作战 用这笔贷款购买的武器 也只有37高射炮炮弹 及部分12榴弹炮炮弹 用于朝鲜战场 其余军位用于朝鲜战争 另外 这60个师装备的贷款条件 也不是像1951年2月1日军事贷款那样 按照援助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条件拟定的 这里就涉及到了所谓 抗美元朝贷款的折扣问题 就空几后几à根拟定不在作战